好 同样也是岁末祝福来看到 在马来西亚麻坡则是有两个场次 总共有超过1700多人参加 现场总共回收了240只的爱心竹筒 岁末祝福同时庆祝慈祭成立50周年 展区以回首当年展望未来为主题 240只竹筒是众人对禁司堂的祝福 很开心 可以祝福到别人 现在是要先禁司堂 将需要大家处理 会场也展出1997年到2015年的福惠红包 这是上人每一年的祝福 更是每一家的传家宝 手语演绎传递建议传法的精神 也是志工努力在生活上实践的目标 每次那种境界一来 整个心是很乱的 真的会迷失在那种妄想里面 所以每次再听这一首歌 就会赶快把自己的信念 把那个心给找回来 岁末接受上人的祝福 也汇聚众人的神念 大一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导